我的政綱主要是叫做香港民主團結初二 團結非建制由區一開始 因為我眼見我們做了半年的區議員 我其實已經去找了超過150個區議員去問 究竟我們在區一裏對區議員是怎樣的 政府不斷地打壓區議會 甚至連門都不開給我們開會 亦在秘書服務是可以走人的 在這方面其實我的政綱主要是會圍繞著四大範疇 特別在憲政上是怎樣可以確保我們的區議員 可以反映到我們的民意 亦都希望可以成立到一個平台 我們在區議員議政上是得到一個更加完善的 可以反映到民意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今天已經成功提名 亦都確認了可以獲得提名 等到8月時再看看它怎樣 可不可以講清楚昨天為何你來後提名交不了 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過程 究竟中間可不可以講詳細 好 因為其實我們原來區一和區二 是剛剛兩邊都是要 區一和區二的提名人都是區議員 是不可以重複的 所以我其中一個提名人就是 而我們因為很多人提名 所以之前已經有默契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大約10個提名 我即時都找到過 但是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 所以其他區二的提名 就是區二的參選 就讓回那個位給我 就是這樣 簡單說你希望參選之後做了些甚麼 就是政綱那些 其實我會 我的政綱主要有四大範疇 就是剛才所講香港民主初二 在裡面其實當中就是可以 我們其實應該是兄弟爬山 我們全部無論在民主派 鄺真派 或者是本土派 應該是團結一致 是達到可以對抗暴政 我有信心 就是我們會在這一次的初選上面 初選之後 應該說我們在立法會選舉 是可以達到35加的 但是無論我們35加 或者35減都好 35加的時候 我們當然我們就已經可以 我們議會抗爭上面 不用衝得那麼前 但是如果35減的話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一起衝的 你覺得自己的無黨派有甚麼優勢 我的選舉提名人 全部都是來自不同的年齡 黨派階層 甚至因為現在大黨是不給提名的 但是我都找到其中一個 找到一個有黨派背景的去提名我 我想是藉此 因為區一這個位置 是跟其他直選的是不同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聯繫著一個 聯繫著三百多位不同的民主派的議員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 是怎樣可以在議會戰線裡面 是打一場九戰 其實在議會戰線那裡打一場九戰 是令到我們在不同的地區裡面 是可以更加有利地去工作 令到更加在我們民主派裡面 或者是我們更加可以對抗到的政府 是抗爭到的 我已經簽了確認書的了 所謂兄弟爬山 我會認為我們無論是簽 或者是不簽這份確認書的手足 都是應該是不會突然變了第二個人 反而我們是更加需要在不同的戰線裡面 是互補長短 我自己參選區一 希望大家在議會裡面衝的時候 我在後面其實是可以back up 到更多 令到大家衝的時候是可以更加舒服 另外剛才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budget 就是我們所有參選的人 都是有一個綱領制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的 如果那個財政預算案 是已經可以滿足到我們的話 我們就輕鬆一些 就不需要再否決它了 這件事我們一定會和政府抗爭到底的 好 謝謝 Thank you 各位 好啊 好啊